4月27日某运动服饰品牌在上海展开了一场韧性不设限的运动派对 实力派演员曲楚霄和人气超模和岁分别着一身运动套装现成活动现场为其助力 在汗水中释放自我 现场仙姑也是大方分享了她那傲人身材的保持秘诀 其实就是比较健康的饮食 然后有规律的健身 看身体需要 对我是那种一段时间都会看一下体重 或者是看平时穿衣服照照镜子就会知道说 是不是应该要去健身房锻炼一下 或者有的时候就是真的玩手机玩的有点久 然后肩颈啊身体有不舒服的时候都会是说 那我今天就要站起来运动一下 想说平时没有专业健身训练的时候 大霄和仙姑又是怎么来锻炼身体的呢 我最喜欢的运动我 我都蛮喜欢的 对因为我是 我有的时候如果不去健身房 我就会约了朋友去爬个山啊什么之类的 然后有的时候会去打打羽毛球出个汗 那有的时候就可能会进行速身 就做一些无氧的运动 我都会做 打篮球跑步 睡觉 睡觉也是你生活当中的一项运动 睡觉也是运动啊 OK那你平时多久会运动一次呢 每天都在运动啊 睡觉之外 也在运动啊 你多久会打一次篮球 那说不准 不一定 看时间 那你每一次运动大概会持续多久 看什么运动吧 打篮球可能打一下午跑步 可能跑两小时 健身两小时 尽情的运动挥洒汗水的一个最直接的前提就是运动套装了 尤其是女生要求就更多了 不知道仙姑有什么推荐呢 呃最喜欢 这个很难 很难说因为很多比如说像他们的lagging 因为他们的lagging的话就是这种包裹感特别的好特别的舒服 然后还有他们的呃就是健身的这个bra 因为我觉得女生在健身的时候都会很注重健身的呃单品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对即使在运动的时候 因为他有很多一些呃带子交叉的设计 我觉得是即使在运动的时候也是可以展现女星的魅力的嗯 因为一部流浪地球大萧走进了人们的视线 从平头到长发大萧也在挑战每一个风格 未来也将继续挑战 没有特别想挑战哪种风格 就是能挑战的都去试一试 期待更多风格的大萧 上海报道